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醒大家请提前一到二周会整文书交回先佛寺事务部以立统计 由于法会相关的法务繁重 尽请海内外的显示同修以及十方善知识 提早准备资料完成报名的手续 现在让我们一同来关心 这一场年度重要定期法会的详细预告 维新圣教维新宗禅姬山先佛寺 已经开始筹备年度盛事 恭祝黄禅老祖圣诞千秋 故国习灾万林归星水路大法会 时间自魁四年农历3月18日开始 至3月25日为止 为期八天 维新圣教教主 至圣鬼谷先师黄禅老祖的圣诞日 是农历3月26日 其法会也是维新宗年度 最重要的一场定期法会 在法会当中 提供信众报名的联位服务项目有 超度各姓氏唐上历代祖先九旋七组 个人累劫冤亲债主 住宅与工厂地基组 无缘住室英灵 何家祈福消灾常生入位 以及各姓氏唐上 往生未满周年者 也可为他们设个人联位 每年 师父浑原禅师 要求门下贤士弟子同修 努力恭颂经典 以积极的行动 来实践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的宗旨 同时祈求名养两界的平安 同时欢迎十方善之士加入诵经 感受诵经的功德力 并共同祈求风调与顺 活泰民安 五谷风灯 世界和平 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维新宗厚礼三宝寺 在农历春节正月初八 初九两天 开始新年度的春节团拜祈福 接着就是展开光明灯开灯 与迎接天公生 摘天各项法仪 并为宗主祝寿 以下是这一连串重要活动的报道 维新宗厚礼三宝寺 在每年农历大年初八 国历102年2月17日 举办魁四年 新春团拜联谊 新年度点灯祈福开灯仪式 以及摘天法仪 维新宗宗主 上魂下园禅师与师母 也一同丽临会场 加持护佑所有与会同修 合家平安 事业顺利 身体健康 春节团拜圆满之后 由元松院长带领 范贝学院法师 恭送金光明摘天科仪 开灯祭摘天 正式奉请魁四年 直年徐顺新军 即掌管魁四文昌 事业 元臣 如意诸新军 加持点灯者 一切平安顺利 宗主 魂元禅师 主持 摘天圆满 恭祝玉皇大天尊 圣寿科仪 恭向南天 三十三天 玉皇大天尊 皇禅老祖 九百一十七位天子帝王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 信士列祖 十方诸天 圣神佛 菩萨等行三寇拜礼 祈求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世界和平 无战争 人间成净土 微信记者 张坤荣报道 接下来是高雄道场 湖内道场的春节团拜 以及宗主 混元禅师 至岡山教室 视察的讯息 高雄道场 在高雄 兵华会馆 举行春节团拜餐会 在用餐之前 依照本宗门法仪 全体同修 跟随师父 恭念感恩词 虽是给予一点水米 但您的功德 大如天地之恩责 我们诚心地感恩与喜福 宗主混元禅师 向大家做出以下的新春开示 给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 我们大家一起在休闲 过去年初始 我们以前年 有教育部长 给我们推荐 然后挪威 诺贝尔世界和平奖 结果在去年 十月三日 十月三日 等于前三 已经通知说 我们是都要讲 已经祝贵了 今天说 毕竟 开始我们 二十一世纪末法时期 你来的旧金 圣经的依规 接着师父并送给大家六千万 作为祝福与其勉 一千万要平安 二千万要幸福 三千万要有智慧 四千万要静孝道 五千万不可退道 六千万要有成就 当日迂会贵宾也纷纷发表 新春祈福致辞 明定大师鼓励同修 要精进修习 易经风水妙法 以及佛法 道法等 红法力生 高雄市观光局长 元道法师 元艺法师等人 也同时送给同修们 许多新年的祝福 当日元和法师 也以他的头发 又长出来了 来与同修分享心得 以自身为例 其免大家一起 努力学习 千万不要退道 餐会在热闹的摸彩当中 于晚上九点圆满结束 湖内道场也热闹举行 鬼四年新春春节团拜 师父立临 湖内道场之后 也向全体闲事同修 做出新春开示 在团拜活动结束之后 师父也相当关心 岗山教室随即安排视察 岗山教室的行程 师父祈愿 岗山地区的十方善知事 新年度都能因 维新宗一经风水政法的谱传 传承而得到平安与顺利 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请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维新新闻 台北道场树林大安寺 于鬼四年元宵节当日 举行新年度太岁灯开灯 祈安执服法仪 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2013年2月24日星期日 适逢元宵节 维新宗台北道场树林大安寺 当日在早课时间之后 举办鬼四年光明灯点灯法仪 大安寺住持原德法师 与数十位闲事同修 遵循宗族混原产师开示的 维新宗法仪 详细准备开灯法仪所需的贡品 依照程序 全体与会同修 一同恭送 鬼谷先师天德经 以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大家诚心诵经祈福 祈愿新年度平安无灾节 事事顺利 同时在道场中 也提供鬼四年 直服点灯祈福法药解说表 作为大家今年点灯的参考依据 也欢迎十方善知识所取 维新电视大安寺新闻中心报导 接下来是来自北部地区 各分寺道场春节团拜综合讯息 让我们一起回顾基隆道场 卢州道场 土城安心道场 宜兰道场春节的团拜画面 特别是宜兰道场的师兄师姐 与我们分享粉刷迎新年 忙得很有劲的过程 基隆道场 鬼四年新春团拜 在农历正月初六下午举行 师父与师母丽临会场 做出新春开示 参会正式开始 由瞿春梅老师带领古征正月团 担任开场演奏 王世贤老师表演吉祥挥剑 以及如意功夫 让会场非常热闹 在卢州道场方面 今年度的新春团拜 在新北市三重区小巨蛋举行 总数140桌的来宾 让参会非常热闹 师父准时利临之后 随即为大家做出新春开示 各位董事 我们的发问是利他 利他就是说 我们孙回忆共养老祖书贞 来侯华力争 所以我们的回忆正教 跟一般中教 有点小小的不一样 那个老祖书贞 叫人来利他 他以世界和平为我们的宗旨 我们不是求到个人 因为我要去母国所谓 要成就去什么世界中 各位董事 现在我们前 利于自己 要感恩我们的国家 感恩国家 感恩所有的 我们的代表 我们的同心 懂得更简单 大家可以 要我们回来 当日的表演节目 则由中山八班 多才多艺的学员同修 在会中尽情展现 精彩的音乐演奏 新北市议会议长 与师父以及同修们 也一起共念 维心中的餐前供养词 大家一同用餐同乐 古城安心道场的师兄师姐 也与我们一起分享 今年度新春团拜的画面 同修们都心存感恩 在过去的这一年 学员之间 相互陪伴学习的情谊 共同护持法务的宝贵记忆 还有助持法师 对大家的照顾 大家相互祝福新的一年 仍旧平安健康 而且精进于 一经风水正法的学习 相互鼓励永不退道 维心电视综合报道 宜兰道场在农历年前 油漆粉刷迎新年 由正旗班第十二届 显示同修 王松金师兄发心 以及三位土木师父 以大约一天半的时间 将宜兰道场 大殿外正前方 与天公炉 石狮子两侧水泥地 还有大殿外正后方的水泥地 与厨房周围 教室后面走到水泥地 仔细完成粉刷 在过程当中 同修们从上午七点就上工了 首先 以洗时机冲洗地板 仔细先把青苔 以及脏污清除 接着 在地板不积水的情况下 先涂一层底漆 这是为了 让防水漆与水泥地 更能结合在一起 等待底漆略干之后 再漆上嫩绿色防水漆 师兄们仔细调色 希望将色泽 尽量融入宜兰道场的景致 最后在防水漆掠干之后 再上一次防水漆 完成所有的油漆粉刷工作 宜兰道场因此有了新面貌 同时也避免了地面上的青苔 偶尔造成滑倒的事情发生 农历春节很快地来临了 宜兰道场的同修们开始筹备 新年正月初六的春节团拜 住持元徽法师 于国立元月十四日用意 开始安排宜兰道场 以及淡水教室的春酒团拜桌数 并赶在过年前订购杂货 搭棚架 厨房义工也忙碌起来 开始削地瓜 预备水煮蛋 蒸面线 炒米糕 洗菜切菜等等的前置作业 到了初六上午早上十点钟左右 宗族混元禅师与师母 立临宜兰道场 在道场前广场上 由十四届贤士同修的儿子 以及同学 组成乐团 为春节团拜暖场演奏 师父当日 在大殿也为同修们 做出以下的新春开示 祝福我们大家新的一年 在后大家会继续不平安徒 今年专年 我们好爱 也有好口爱 爱的 就是说我们 自己无信心的人一定拜 穿了一点爱的信心 我一直鼓励大家来学艺艺 那种可以先了解到 给你爱注意 该我们的 那种挪流 去拍摇 不该我们的 那种等待食欲的后 卖汤 那种活华肉 春节团拜当日中午 全体同修在宫念饭前 祈祷文之后开始用餐 其间同时进行摸采 以及赠送师父 消灾化节莫保 餐后师父带着大家 找维新通宝池一圈 祈福世事吉祥 宜兰道场新春团拜圆满 维新电视 宜兰新闻中心报道 接下来是麻豆道场 天官大地圣诞法仪 祭鬼四年光明灯开灯讯息报道 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102年2月24日子时 维新宗麻豆道场 由原昌讲师主持 公祝天官大地圣诞 即太岁灯开灯仪式 当天早上9点 麻豆道场的义工同修 便陆续将点灯人员的名牌 一一贴上板子 并确认悬挂妥当 再陆续准备佛前的贡品 另外太岁坐前 也准备一份贡品 同时麻豆道场 正逢一位同修升格当爷爷 宝贝金孙满月 师兄也准备了素油饭 蛋以及糖果 来供养老祖 晚间及时开始法医程序 全体同修 恭送鬼谷仙师天德经 以及王禅老祖 玄庙真经各两部 由原昌讲师 恭念祈福文书 以及新年度报名点灯人员的名单 一一禀报诸天圣神佛菩萨 祈求今年前途光明 世事平安 吉祥如意 开灯仪式顺利圆满 维新电视麻豆新闻中心报导 请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维新新闻 维新电视 为于美丽台湾东岸的苏澳道场 也由师兄师姐回传 新春团拜祈福的画面 与大家分享 同时也请一起进入 最富雅治禅境氛围的东山道场 春节团拜画面 维新宗苏澳道场 位在美丽的一口吞进千江水地里保地 新春期间道场举行春节团拜 与同修们同乐 宗主混元禅师以及师母 也在这佳节及时 来到苏澳道场 与同修们画家常 这时贤士同修聚在一起 聊一聊过去的努力 也一起聆听师父给大家的叮咛与开示 转这个法轮 这些老祖 王产老祖全面正经 所开示了 消灾化劫多 旧事不辞劳 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修 那麽本作的老祖师征 这个 真经 消灾化劫多 旧事不辞劳 所以老祖 他在21世纪当下倒架辞航啊 光将台湾集团净土 又再重回走一遍 在世间所视线 所演化的法轮 不是小小的一个个人 而是整个世界的和平 苏澳道场全体同修 在这场新春团拜 也相互祈求 新年度身体健康 平安无灾节 更发愿加倍努力修行 维新记者李正安报导 魁四年台中东山道场春节团拜 在国立2月26日举行 维新宗宗主 文元禅师与师母 于晚间七点钟 清零台中东山道场春节团拜会场 师父在会上向闲事同修们开示 这是我们修行的就是很方便 小小的去生自己的时间 去生自己的切头的时间 我们上上的做饮价 我发现我们东山道场的艺工 我感觉很奇怪 都觉得突突突 像互相大 我們在北京人家做 多數不會讓我們吃虧人 我們有事有事這麼一定 我們在後面就行到後面 要做行好的廟法 幫助我們親近朋友與我 我們一件很重要的 我們法要行得好 我們利益待久 這是我真的所希望的 而師母和住持元穹法師也一同合唱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濃我濃 愛的禮物等等歌曲 師父還為大家抽出特別獎 42寸一金電視兩台 以及師父墨寶等等摸彩獎品 維新電視台中東山新聞中心報導 草屯道場鬼四年安太歲光明燈祈福 也已經順利展開 維新中全省各分四道場 都提供十方善知識 詳細完整的點燈諮詢 與參考資料 歡迎各界多多運用 草屯道場鬼四年安太歲光明燈 於國立2月23日子時安登祈福 草屯道場的義工師兄師姐 按照日前登記賞識的安登信眾名單 將信眾大名仔細書寫在所屬的安登位置上 遵照法儀 祈願新君辭將轉法輪 為蒼生加持 師兄師姐同時與大家分享安登法語 有得安登神力增 有至安登更光明 有修燈光照法界 共修燈光照十方 道場全體賢士同修與義工 一起恭送王禅老祖學廟真金 以及鬼谷先師天德經之後 草屯道場新年度光明燈開燈法儀圓滿 維新電視草屯新聞中心報導 接下來是豐原初級十班新春聯歡參會的訊息 謝謝十班同兄們的訊息分享 請一起進入以下的畫面 維新宗豐原教室於102年3月2日舉辦新春聯歡參會 當日下午工作人員積極準備活動的相關細節 晚間6點參會正式開始 邀請到後禮的知名樂團後禮之音擔任開場演奏 宗祝混原禪師也準時歷臨參會 本次聯歡參會同時邀請到許多貴賓 副市長徐忠雄先生 立委江啟臣先生 以及議員陳本天先生 以及董事黃順才先生 王景潭先生 林仁尚先生 林國儀先生參與參會 原品法師與豐原教室同修 大家一同準備了豐富的摩采獎品 將近兩百多個獎項 參會之間陸陸續續進行摩采的活動 非常熱鬧 在年節新春 同修們互相祝福的溫馨氣氛當中 參會圓滿 維新記者紀真如報導 現在請大家一起來聆聽 本週的維新禪語 大宇宙中都有其不滅的法則 善惡亦有不滅之法則 惡因必有其惡果 讓其惡因順其自然結惡果 這是慈悲的法則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維新新聞 歡迎每週六晚上7點30分 以及星期至下午1點晚上7點30分 準時在維新新聞相聚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福會增長 再會